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春节假期即将来临 大型卖场及购物中心 成为许多民众出门逛街的首选 不过今年因为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商场业者也强化了各项防疫工作 期望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连带冲击桃源市内 许多的大型卖场及购物中心 而桃源市长曾文灿 为了保障民众逛街时的安全卫生 因此特别在2月6号上午 前往基捷A8站旁的购物中心 进行视察 借此要确保防疫工作是否到位 只要防疫安全做得好 消费者还是可以安心的采购 安心的用餐 那我想这段时间 每个国人都在下午2点 有时候好消息 心里稍微放松 有时候坏消息 心里又沉了一下 我们希望防疫还没结束 那么要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那么完成了布桃的清零计划 以后包括布桃专案的检测追踪以后 我们再来观察这段时间的疫情 那疫情没有结束以前 防疫新生活还是必要的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大型卖场及购物中心 也成为许多民众出门逛街的首选 而今年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商场业者为了因应春节人潮 因此也强化各项防疫工作 并若使管内清洁消毒 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那因应就是春节期间来管人潮增加 那我们这边也执行了十大的防疫措施 包含在大门入口都会增设 红外线体温测量1 然后在公共区域呢 也都定时在两个小时 都会进行消毒清洁 那针对餐厅的部分呢 我们也执失了实名制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 在春节期间来到商场 一定务必要佩戴口罩 商场业者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 除了针对商场内部加强消毒以外 同时也取消商场内的试吃摊位 另外民众在进入商场时 还请全程佩戴口罩 并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 以及喷酒精消毒 借此降低传染风险 记者们的通知谈报道 观光工厂是桃园在地的特色 全桃园一共有高达31家 好吃又好玩的观光工厂 而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观光工厂也特别成立了疫情战情室 并进行人数总量管制 借此要让民众玩的放心 您有听说过观光工厂吗 桃园市内拥有各式各样 具有特色的观光工厂 不仅可以让民众亲手体验 制作甜点的过程 同时还能增进亲子感情 而随着疫情严峻 桃园市的观光工厂也启动防疫机制 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其实针对目前疫情升温 所以我们在观光工厂的部分 也成立了战情室 针对每天两点的记者会 来随时动态调整我们的防疫政策 而观光工厂的部分 除了像量体温 实名登陆 然后喷酒精之外 其实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手座指定席的部分 其实让消费者从进来入管之后 一直维持在同样的座位 目前还是以防疫优先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入管人数 有做总量的管制 然后也希望在春节期间 在人流在慢慢要增加的时候 我们总量管制的状况之下 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疫情控制的品质 观光工厂是桃园在地的特色 全桃园一共有高达31家 好吃又好玩的观光工厂 不过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因此桃园市长曾文燦 也特别前往观光工厂视察 并检视工厂内的各项防疫措施 要让民众晚的放心 我想防疫安全只要做得好 那么一定可以度过这段时间 那我们原本有个春节的 观光工厂行销的专案 我们预定等疫情过后再推出 因为现在31家观光工厂 也有大概7、8家暂时停止营运 主要也是疫情的关系 那目前我们透过包括户外教学 环境教育 很多新的教案的推出 希望让所有的社团跟学校 在春节后可以再到观光工厂体验 桃园市内的观光工厂 虽然业绩受到疫情冲击 不过观光工厂仍以防疫为优先考量 并控管每日来课人数 另外桃园市政府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因此也决定延后今年的观光工厂行销专案 届时要平安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从去年接受桃园市环保局辅导以来 巴德新人花园夜市推动六大项改善措施 包含改善环境整洁 从源头管控废水油烟等 因此在今年获得环保署 评选为109年 全国环保夜市特优 实为桃园之光 为了翻转大家对夜市不卫生的刻板印象 巴德新人花园夜市自去年开始 配合环保署六项政策 改善夜市内排放油烟污水 多使用抛弃式餐具的问题 因而在今年获得环保署 评选为109年全国环保夜市特优 是桃园唯一获此殊荣的夜市 环保署要举办这个环保夜市 推动环保夜市对不对 那我们夜市是几乎完全已经都合乎 他们环保局的要求了 一般外面夜市可能比较 路边的夜市比较流动野性传统的夜市 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 应该是说油水分离这一块 因为他们在洗的时候一定会有油嘛 那你就要做油水分离 包括他们炸鸡排的面粉啊什么 这些流出来我们都要先做处理 才不会流到外面去污染到外面的排水沟 还一个就是外面夜市比较没办法做到空污的部分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油炸类的 比较重油烟的烤肉啦烧烤这种的 我们都会要求它装静电排烤烟机 那静电排烤烟机会相当大台 所以一般用传统的流动夜市 他们不可能每天拖着那一台倒出去 夜市内的店家也都很配合 除了内用提供重复性餐具外 也有店家将餐盒换成可重复利用和微波的材质 让顾客下次可以再带来使用 因为我们就是配合政府的环保的材质 然后我们就选择用一个微波盒 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然后也可以给客人带回家微波 然后再重复再利用 然后有些客人就会觉得这材质盒子很好 然后他可以回去当收纳盒 或者是拿来我们店里重新再装马铃薯这样子 巴德新人花园厌世期盼 透过改善夜市内环境 以及落实环保政策 除了让民众在逛夜市的时候能够更舒适以外 也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再带你来看桃园巴德区大安社区的大竹皮塘周围 以及新峰路沿路两三百公尺 近两个礼拜来樱花大盛开 美不生收 但有些樱花树下却堆满了垃圾 当地大安里里长就呼吁游客 欣赏美景时也要守护环境 人出几洞 近来又瞬间回暖如春 樱花悄悄提前报到 而种植樱花已有十多年的桃园巴德大安社区 在大竹平塘以及新峰路沿路的樱花林 今年更是大盛开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照 欣赏难得美景 这樱花年从97年开始种到现在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 从97年我们每年种了200棵 四年种了800棵 整个社区种了800棵的樱花 里长不禁呼吁游客欣赏美景时几的不要破坏环境 这边是大安社区的新峰路的樱花林 请大家来这边赏花 但是要爱护这个地方的环境 千万不要乱丢垃圾 让这边的樱花陪伴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大安社区内的樱花林美景 是里民们十多年来种植与维护的成果 里长期盼民众能多一分同理心 一同守护这片美丽樱花林 年关将至 桃园大园区关公华光营富庙 发起了寒冬送暖的活动 赠送口罩和棉被等物资 给周遭三个礼的里长 希望能够帮助社区内的弱势家庭 过个好年 寒冬送暖 年关将至 为处大园区三个礼教会处的 关公华光营富庙 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捐助口罩和棉被等物资 给附近的海口礼 竹尾礼以及果林礼 希望能帮助社区内的弱势民众 过个好年 以我们这个地理地理位置 就是我们关心地均 算到这一根性地 这一根圣地 就是以我们的这个 地位礼 海口礼 果林礼 三礼的中 就是一个三角地带的关系 所以说 刚才在我们的左右前后 刚才有这三个礼 所以我们的关公 即使说 我们寒冬送暖 处比到一定都要有 所以他今天才来办这个活动 地藏文表示 近来受到桃园疫情影响 今年收到的公益捐赠物资 比往年还少 感谢庙方此时捐赠物资的善心 今年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寒冬送暖的物资 有比往年少了很多 那感谢这个大千 大千馆 大千馆 观光 滑光营护庙 来做这次的三个礼 联合的寒冬送暖的活动 庙方也期盼能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一起帮助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闺别2020迎向2021 北建一直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祝福所有观众朋友 牛转乾坤掌宏图 牛年行大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巴德区长邱瑞潮 回顾2020年 是大家精心的一年 我们在这里面面临了疫情的挑战 还有各项困难 但是我们巴德建设马不停蹄 我们有各项大的建设 都已经陆续完工以及启用 包括我们的活动中心 我们的捷运绿线 都已经在完成中 放眼2021年 我们除了这些基础建设 以及以前的文化活动以外 我们还会再新增 三届爷的客家文化传承 以及夏日儿童艺术节 这先跟大家预告 也祝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跟桃园市民大家新的一年 扭转乾坤迎青春 大家都能够好运旺旺来 身体健康平安赚大钱 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局长 陈文德 捷运工程在 在巴德桃园卢族大园全面施工中 感谢各位市民的支持及包容 在新的一年 在此祝福大家都能够 扭转心机 扭转乾坤 牛年行大利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